上次发现了老外的基地 但这个基地的防护程度正常途径根本就进不去 不过算好我们有一台飞机 可以利用飞机人肉空头跳伞进到他们家里 为了把我自己的人物也送进老表的基地里去 我还特意开了个小号上来专门开飞机 然后再以相同的方式把我投送下去 就这样我跟浪姐两个全副武装的重甲兵 成功的潜入了老表的大营 进是进来了 但现在还不是开岛的时候 因为服务器禁止炸没人在线的基地 所以我们要等着他们上线才能开打 而且我们还面临更大的挑战 因为我们是背着降落伞下来的 拿不了背包装物资 所以我们带进来的弹药也有限 看看 这是我身上装的所有弹药 两个RPG弹夹 四发RPG火箭筒 六根TNT炸药 还有12颗手雷 而浪姐背着两把M24大波罗还有两个弹夹 他包里的大部分东西全是C4炸药 总共六个这也是我们全部的爆炸物了 但这么多的炸药也没有办法进到他们家的核心地方 而且我们只有两个人 这个基地可是六人小队啊 二打六 我们怎么样也打不一 如果死一次 那我们想进来又要花更多的时间 所以为了保障两个人的存活力 我要让浪姐先找一个地方藏起来 因为她的人物才是毁掉这个家的关键 她只有一次爆破的机会 我必须保障她绝对安全 所以我让她藏在老表的D级下 然后再下线 接下来就是考验我的时候了 我必须孤身一人在这里守着他们上线 摸清楚他们家的内部结构 我现在所身处的位置是他们家的炮楼 这里有一个入口可以上来 旁边是主楼 一个窗口一个出入口 两边我都进不去 因为都上锁了 当然我的目的也不是来撬锁的 而是来确认他们家的复活床在哪一栋楼里 请贼先请王 拆家先拆窗 只有炸了他们复活的床 我们才有可能搞瘾 现在一切准备就绪 只需要等着老表上线 只要一上线 马上开打 为了打这个家 我们也是做足了功课 提前踩点 甚至提前蹲点 这次也就等了个把小时 终于有人上线了 他们应该只上线了一个人 暂时没听见其他脚步声 接下来我必须在三分钟以内做出最正确的选择 我要炸哪里 因为刚刚那个老表三分钟内就会复活 而且留给我的时间也不多了 刚刚那个老表肯定要人了 我本来想炸对面的主楼 但是这里的建筑结构不允许 不管我要的是什么炸药 爆炸范围都会殃及我自己 所以我选择炸收衣最大的地方 车库 他们的车库房顶是三级建筑 很容易炸 估计是为了节省材料没有升级成五级 并且上面都放满了第一次陷阱 这就是为了防止别人跳伞或者飞进来 之前我就骑摩托车进来过一次 肯定是防我的 三分钟端了他们的车库 两台来卡 两台摩托车 还有一辆大众 即使他们再飞 也够他们难受的了 因为车才是这个游戏最重要的发育道具 接下来就是老六之间的对决了 看谁能狗了 这么大个家 凭空冒出个人 而且还是在有福归限制的情况下 他们肯定比我还要慌 也不敢随便冒进 而且这个时候上线了还不止一个人 注意看炮楼上面还有无人机 有无人机的地方 下面绝对有人 天脚步声 好像还是两个人 开枪了就必须马上转移位置 躲在这个车库太危险了 算好我反应及时溜得快 不然我就要吃雷了 他们家外部就这么大点地方 楼上往下面丢雷的话 我根本没地方藏 而且我的时间是真不多了 因为我一直在流汗 这个游戏是有天气系统的 严寒会让人冻伤 高温会让人中暑 为了被更多的物资进来 我穿的非常多 甚至短裤都穿了两件 我现在已经中暑了 一直在缓慢掉血 再过一会我可能就要晕了 所以我必须在死之前 帮浪姐多做一点事 干了这两个脑表 我毫不犹豫的直接开场 但是老天爷不帮我 此时的太阳越来越大了 我还没来得及点第二次炸药 结果 哎呀我 怎么 我中暑晕过去了 我服了 完了 他们又复活了 我死了 这下难搞了 不仅丢失了主动权 他们队友也在陆陆续续上线 等我复活赶过来的时候 炮楼上已经有三到四个人了 我现在是没有机会再进去了 但是我必须搞出动静 因为浪姐的人物还在里面 他还没找到合适的机会上线 所以我要给他制造机会 这个炮楼的存在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我想这么单凭一击之力打过去再偷他们基地 是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我只能打游击慢慢的靠近 而且只敢走熟悉的路线 因为他们家外围埋的有很多地雷 算好我之前就排过一次雷 不然我根本就走不到这里 更庆幸的是 当时不止我一个人在打他们基地 这里还有别人 有路人帮加火力 那我还不趁机捣乱 如果炮楼上面的人不打掉的话 浪姐上线也不一定活得下来 很明确地告诉大家 我在这里失败了没打赢 但是帮我打死的那个人问题很大 我这什么神仙 刚刚那一幕我是没搞懂 是因为自己延迟高 还是因为碰见了神仙 后面我又冲了几次 都没吃到任何天通 这个炮楼不解决的话 浪姐上线估计也是一样的结局 而这个飞机对我来说 又是一件可有可无的道具 所以我选择赌一把 用飞机赌他们炮楼 看看 这飞机精准地落在了他们炮楼上面 爆炸直接来了个三杀 而且飞机刚好挡住了两个出入口 我在这里观察了很久 确认无疑 炮楼已经上不去人了 而且这个飞机的残骸 起码要几个钟头才刷得掉 现在里面的人彻底变成了迟中物 刚刚他们打得特别凶 都是直接从家里跳出来赶我 这下好了 躲在里面不敢出来了 最重要的是 我把飞机撞向炮楼那块功夫 浪姐已经悄悄地上线了 他们好像在修东西啊 在屁幕板 肯定是在修房顶 我刚刚就炸了车库的房子 那我现在怎么弄呀 好慌呀 我悄悄地爬出去吗 主楼也有人了 有个人一直在尽尽处处 浪姐此生内心慌的一批 因为她比我之前的情况还要老火 头牙也是穿的特别多 已经出汗中暑了 最倒霉的是 车库里的摩托车燃烧范围 殃及倒塌了 她现在等于是中暑加烤火状态 再不打出去 云的比我还要快 不行了 我现在不出去我要热死了 有人一直在我面前修理理器 我不弄了 我直接出去了 我爬到电影机下面都收到我了 我打了 我怕他们听见我声音 我发出声音了 我打了 这大波浪简直就是极限薄杀 一挑三 自己也差点交代 身后三级甲三级头救了她一命 简单治疗后 直接干正事 贴炸药 这个基地的建筑样式就是高楼大厦 浪姐身上的所有C4 只够炸掉两个5G模棺 所以我们选择直接炸D级 D级炸掉了 上层的外墙就会全部坍塌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家的内部机构了 我看到里面了 复活船在四楼 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出其不意 攻其不美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家里还有人 因为D级炸掉了 上面没有支撑物了 外墙全部坍塌 里面的设施一览无语 复活船跟物质箱全在四楼 我的任务现在就简单了 坐死了往里面灌雷就行了 浪姐 她差点在里面上红眼了 哇我炸死两个 上面有两个 哎我看见人了 二楼 我炸死两个 那里面应该还有两个 在二楼 一楼有一个 哎 打死一个还有一个 哎你丢雷你别往我这丢雷啊 等会炸的我了 我没往你那边丢雷 我一直在炸四楼啊 这家算是拆成功了一半 复活床被我全部炸掉了 他们现在不能在家里复活了 我楼顶上的物资箱没有办法销毁了 没楼梯上去了 更郁闷的是 浪姐被困在里面也出不去了 他们家所有的糕点都试过了 跳不出去 为了把浪姐救出来 我还尝试着在他们家门口开锁 结果全是密码锁 我本以为拆了他们的复活床 即使老表他们回来了 也无济于事 因为他们肯定没物资打了 结果我还是想多了 他们在别的地方还藏的有物资 这次回来是直接端着枪过来的 好像就是他们 但他们还有物资啊 我靠四个人都 我死了 四个都回来了 都有枪啊 他们在外围肯定买点物资 其实面对这种情况 浪姐可以选择自杀的 但我们打这个家 已经是属于破产边缘了 现在全部家当就是浪姐身上这些了 为了保住这仅有的一些装备 浪姐最后还是选择强打 一条四 我过来也没用啊 没枪啊 那我怎么打呀 我一个人打他们四个 没事的你别怕 你找个地方架着就行 他们全部都没有防具 就一把枪 你找个地方架着就行 打不过也没关系 无所谓啊 来了到门口了 这家我们是真打不赢 之前能打进去完全是因为我们提前布置好了 而且还是在他们人缘不齐的情况下 他们这个家是有六个人的 还有两个估计没上线 后来我们又搞了几次了 根本没有任何机会了 打到最后所有的家装就只剩下这台车了 所以我们现在是正儿八经的破产了